你不知道嗎 會不會知道 這就是彈出中這句話呢 台上小丑人物話劇 帶著小朋友度過開心時光 日前紅鼻子確保公益劇團 走進台南子龍國小 透過戲劇與藝術的影響力 引導孩子們說出心裡話 觸發情緒 其實小朋友從小 再到我們出社會長大 我們都有說不出來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處理的情緒 那我們很希望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撒種子的概念 是可以接觸每一個孩子的心情 把兩隻手都拿著一條 然後把它舉高高 小朋友上台與劇團人員互動 下來後親筆寫下 屬於自己的內心想法 基金會和劇團這回走進偏鄉 已經是第五站了 要帶給小朋友溫暖愛 小朋友的願望 跟他們的想法 寫在這個紙條電面 放在我們的學校的樹洞裡面 想說的話能夠展現出來 透過歡樂的藝術和戲劇力量 帶給小朋友正能量 更打造社區 學校 家庭等溫暖環境 為孩子提供情緒出口 人家維持台北台南 綜合報導 地 confidently 吃 冬 specs demasiado